另外一则焦点新闻 这是前总统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 控告一周刊报导他召记损害他的名誉 要求赔偿200万元 而高雄地方法院今天判决陈志忠败诉 法官提出了几个理由 包括通联记录显示 陈志忠跟召记男子的手机跟门号 是交互使用的 另外陈志忠不愿意提供住家的保全监视录影带 以证明自己当天在家 而且法官四次传唤 陈志忠都没有到庭 法官认为一周刊的报导与事实相符 也已经尽到了查证的责任 而陈志忠在得知消息之后 批评法院这样的判决太离谱 至于还要不要提起上诉 他还要再跟律师研究一下 陈志忠不满一周刊报导他疑似遭记 今年7月向高雄地院提出损害名誉告诉 要求回复名誉和求偿200万元 上午一审宣判 法官认定一周刊确实做到 合力查证 而且与报导事实相符 因此全案遭驳回 从此中败诉 发现原告的使用的手机门号 有四次使用 使用造计的手机来通话 那么造计的这个电话 行动电话门号 也有先后24次 使用原告的手机来通话 所以两个手机的 将后使用SIM卡的情形非常非常的平凡 这两个门号都是由原告本人所使用 行政庭长李淑慧同时表示 陈森法官认为这个案子 公召开了四次辩论庭 但是陈志忠都没有道庭 再加上法院要求保全陈志忠 认为判决相当离谱 妻子黄瑞敬则是站在陈志忠身边 红利眼眶说他力挺丈夫到底 陈志忠和黄瑞敬同时也质疑法院 在选前做出这样的判决 是要企图影响他的选情 他们将和律师研议决定是否提出上诉 记者李淑然莫昭全高层报道